你會全裸 偶爾啦 再加裸體很正常 誰不再加裸體 所以你也沒帶結婚戒指 對喔 還沒有 你會再加裸體嗎 再加裸體很正常 誰不再加裸體 所以你裸體是辦法可以接受的 可以喔 但還是會穿很內褲 你會全裸 偶爾啦 我以為我自己會習慣還是穿一下 我喜歡穿內褲再加裸體 樓君說之前剛過完31歲生日 台北市剛入手的新柱 未婚期交反反也已經入住 房貸都是由他自己一手包辦 因為你花5000萬萬 哪有喔 你一直亂Q數字哪有數字啊 我從來沒講過數字 別人 最好死 因為業界 每次是業界就你們兩個互傳 那業界勝出 哪有 中華有到500萬 屁呀哪有業界 業界到底是誰啊 你也沒帶求婚戒 對啊 還沒有 我們還沒登記啊 就還沒戴啊 求婚就要戴了嗎 那求婚的不是就只有女生的那個 求婚的婚戒嗎 我還沒買啊 錢在繳房貸啊 所以我先確認一下 現在還沒登記 還沒啦 就說會講 要問幾次 反反那天14號下午 有PO了一個在陽台的那個 感覺就是一個登記完 然後兩個人在一起 最好是你 因為腦補這樣 業界勝傳 沒有我這個塊兩個 play that girl 呃 很順便 很順便 那你開死吧 隨便 然後 你 Pull me 可是我應該著 我講